你怎么回事 夜长 那个 我能不能 明天请两个小时的假呀 怎么了 一斌刚给我发消息 说他妈身体不好 做了个检查 明天就拿检查报告 想让我陪他一起去 情况 不大乐观 赵哥以前啊 我肯定不能准你的假 你自己也知道 你这个月的休假用完了 但是这次 我准了 把家里的事处理完 安心参加比赛 争取拿个好成绩 谢谢夜长 走 你这结果会不会不好啊 算了 算了 我不想知道结果了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行吗 没事 妈 有我们在呢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 真的 别怕 别怕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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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妈 你们怎么也来了 说真的 何苦要嫁着我受这份罪呢 非看着我死在这医院的病床上 你们才能放过我是不是 妈 全面检查都做了 从得知道结果吗 我不管 反正啊 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 小李 你要敢对我们家医兵不好 阿姨就是到了那头 也不会放过你 阿姨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跟医兵的事情 不都签了协议了吗 妈 加油 加油 走了啊 走 你除了胃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说大夫 要不要我们再检查一遍 反正啊 我的胃也已经这样了 我再能检查出个什么 并发症也可以 反正我现在是死住不怕开水烫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胃镜显示 你根本不是胃癌 是神经性胃炎 多吃点香蕉 多吃点低纤维碳水化合物 还有就是 不要过度紧张 我还有个会 你们去取药吧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妈 说什么来着 肯定是好结果 不是 我 都是那个天杀的老赵 要不是他我能受这份罪吗 不行 吓死我了我 我这胃 我这胃好像破疼了 妈 这回放心了吧 哎 乐乐 有好多话 我还没跟你说呢 你跟那个许曼呢 妈 那个我消防队还有事 我就先走 走了啊姐 拜拜 不是 儿子 阿姨我也先走了 请妈说 小李 你跟我们家一宾的事吧 阿姨考虑过了 好多地方都不成熟 要不咱们在 成熟 绝对成熟 也行 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钻协议的空子 阿姨还有补充协议等着你 您就放心吧 阿姨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 对我们家一宾好的 这还差 行吧 先走了 行了 先走了 再见 曼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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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要对你说 我看你一直在忙 本来不想打扰你的 其实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曼姐 原来你也有话和我讲 刚好有些事想告诉你 你先说吧 曼姐 我妈已经松口了 同意我和你谈恋爱的事了 就是 现在我想和你正式交往 这几天 你不是应该准备消防公开科技赛的事吗 你不应该分心想这些 我没分心我就是喜欢你 谢谢你的喜欢 可是人在不同的阶段 会遇到很多让你心动的人 心动 喜欢 和合适 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们合适 我喜欢你也喜欢小杨 我相信咱俩在一起 我能照顾好你们俩 可是你考虑过我没有 我们的年纪相差五岁 我有过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你妈一直不同意 就是因为我和你根本就处在不同的人生辙点上 曼姐 我并不觉得这是问题 这是我去和唐潇防救援站的调令 下周我会完成蓝宴所有的交接工作 之后我就会离开这儿 曼姐 你的一次是以后我们都不见了是吗 消防科技公开大赛 我会来做你的观众 你要好好表现 你要加油 为我们蓝宴 打个好冰刺 曼姐 这是我答应送给小杨的玩具模型 你帮我带给他吧 好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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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这怎么了 我知道 张姐 怎么了 张姐 西城 你说天乐这孩子怎么了 天没喝酒来 问什么都不说 又不吃又不喝 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去问问他吧 那我们先去看看他 好 你们先忙你们的 好好好 走走走走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天乐你姐问你话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让我猜猜啊 是不是那位漂亮的心理医生 伤害到你幼小的心灵了 哥 为什么我追个女孩那么难啊 为什么你追我姐一追一个追啊 哎 听了我跟你说啊 这男孩追女孩呢 没什么其他的诀窍 嗯 就四个字 啥啊 投其所好 有的女孩呢 她喜欢温柔性的 有的女孩喜欢高冷型的 有的女孩喜欢叔叔型的 你呢 只需要知道许曼喜欢什么类型的 然后成为那个类型 就可以了 可我不知道曼姐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哦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话你就给她制造浪漫 是吧 你送她礼物 送她花 送她画 给她写情书 写诗 就是女孩一般对这些浪漫的东西啊 都抵抗不了 李希成 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的 我胡说八道 天乐 勇气和真心 是你在追女孩子过程中 所具备的最重要的东西 但每个女孩其实情况不一样 也得因人而异 但是别听她瞎说 姐 那我可怎么办 我就是就是喜欢许曼姐 姐知道你喜欢 但是 你要参加的那个消防科技大赛 跟你哥那个大比武 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吗 现在是不是得先准备这些啊 嗯 田乐 你姐说得也对 你先比赛 等你比完了之后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哥给你吃的那些招 啊 之后咱们再想这些事儿好吗 嗯 先跟姐回家 嗯 那我们先走了 啊 行 走了 你帮我跟张姐打个招呼啊 好好好 行 没事 是 门怎么锁上了 乐乐 乐乐 你是不是饿了 妈亲自下厨炖了你爱喝的汤了 你尝尝妈的手艺吧 乐乐 乐乐 妈 你就别折腾她了 你妈这是刚从卫园这儿缓过来 不折腾 就不是她了 这乐乐明天不是要参加 消防那个科技公开赛吗 那不得补补啊 妈呀 她都二十多岁的人了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真的别打扰她了 行了 我知道 乐乐 一会儿饿了跟妈说 妈给你盛一碗汤端过来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 研发成果 这个装置一共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 供水系统 主要由水源 消防水泵 高位水箱 挤压稳定装置 水泵结合器 和管路平衡构成 而供水系统的功能 就在于 这个第七个 怎么还不出来呀 妈 你看看人家的 别送小了天了 你可真是的 我懂什么高科技啊 我今天来就是看乐乐 笑点声 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请各位评委评分 牛银行 那么我们有请最后一名参赛者 来自兰艾特琴大队技术部 赵天乐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兰雁特勤技术部的赵天乐 我本次带来的消防科技产品是 PPYZ48型中倍数消防泡沫泡 和一般泡沫泡相比 它具有结构紧凑 机动性强 体积小 可折抵等优点 能大幅提升大跨度大空间厂防火灾 可燃液体所导致的 流淌性火灾的不惑效率 大家现在 大家看 第一倍泡沫 撑射到燃烧物火焰 首先起到的是冷却作用 而中倍数泡沫 射流隔离表面空气 这样使我们的泡沫量大幅减少 而火星控制的也更加彻底 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请各位评委评分 D.P.Y.Z.48型装备数 消防泡沫泡获得九十二点三 全场最高综合分 孟姐 天乐 孟姐 恭喜你啊 你表现得很好 孟姐 我 我跟你写 写手诗 孟姐 想你时像云 心里装着秘密的雨 想你时像夜 你走过的风 会把我摇曳 想你时像波浪 翻 翻滚着思念的河 想你时像阳光 只 只想给你温暖和快乐 孟姐 我躲下去了 孟姐 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我知道你快要调走了 我之前给自己争取个机会 我以前自己玩游戏的时候 一遍不过我就再来一遍 再不过我就再来一遍 今天的这个发明 和咱们以前做的心理大数据测试 不都是慢慢试着试着 最后才有成功的吗 孟姐 我相信你会和晓杨一样喜欢我 孟姐 给我一个喜欢你的机会 行吗 你没机会了 我是说 你在兰宴特勤没机会了 下周等你沦搜的时候 我们再正式约会吧 好的 我 为 你好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 CET4513那个飞往下乘的航班 有没有误点啊 四点四是准点是吧 行 好好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开门 快来啦 开门呢 快点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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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高啊你啊 最好把门给我 开开开 快点 做了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再练十分钟 让大家休息一下 好好准备下舞比赛 好 争取 这次技能大赛 让兄弟们好好给安顶正回脸 来 喂 木头 木头 怎么了 有话快说 我这儿正主持训练呢 老子要进去 宝贝 我就 就 没什么 没事 没事 那个 我就是想告诉你 别太累了 然后下午 我爸他们就回来了 你记得要来催尾酒店吃饭 行行 我知道了 我先准备训练了 你快去吧 怎么了 没事 他爸晚上回来 喊他一块吃饭 好事将近啊 先不管这些了 好好准备比赛吧 行 那我先下酒了啊 好 为时无业吗 老爸 这一路辛苦你了啊 那辛苦肯定是辛苦 多亏了小康照顾 以后这长度飞机我是不飞了啊 谢谢你啊 别跟我客气 咱俩谁个谁个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启恒他们队今天有个全胜比赛 不过今天咱们三个一块儿吃晚饭 姐 您这种事有女儿不就够了吗 我可跟你说啊 男人不能惯着 有的时候该管就得管啊 好了好了 老爸 我知道了 欢迎光临 爸 喝水 你呀 这儿能跟家里比吗 就是因为叶启恒 非找这地儿来窝着 爸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是自己想出来住才出来的 跟他没关系 珍珍 我把叔叔给安泉送到家了 那个我 待会儿就先回去了 行 谢谢你啊 小康 你爸爸也出差 不在家 晚饭 我们一起吃 是 怎么着 请小康吃个饭还得你批准吗 我来开门吧 爸 不是说好了呢 您是 您好 贺珍珍女士在吗 在在在 进来吧 您好 我是物业服务的 想和您道个歉 道歉 道歉 有不少住户跟我们反映 中午的时候 您这边被聚焊骚扰 当时正好我们保安在换班 对您造成的困扰 我们表示十分抱歉 您这边可以减免半年的物业费 您看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好好 好 您这边签个字 行 什么事 谢谢啊 抱歉 谢谢 没什么事 就是有人喝醉了乱敲门 这也叫没事 你一个女孩子受得了这种惊吓吗 叶启恒根本不知道是吧 贺叔叔 我觉得你得给珍珍一些个人的空间 有些事情你还是让她自己解决比较好 她能怎么解决 她只会袒护那个叶启恒 好了 吃饭去 记得叫上她啊 她对她啊 半决赛 晋级的队伍有 安定消防救援站 蓝宴特勤 河塘消防救援站 拾凤特勤 共四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下面进行总决赛 全队友 乡友真 起步 走 行啊行 没想到这么短时间 安定的训练水平就排上号了 好 好 二位 不管是你们也好 蓝宴特勤也好 只要是能拿上名次 就是为我们消防阵光 这个茶真不错 串门给你带 你也喝点吧 你好 贺总 请问可以上菜了吗 不着急 一会儿再上 不着急 好 小姐 爸 您不是一直想去国家公园吗 去了吗 去了 回国之前我带着叔叔去了三次 那儿的风景真的不错 三次你还不发个朋友圈 也不给我爸多拍些照片 我想给叔叔拍照来着 可是叔叔不爱拍照 我想着给我自己拍 这 你又不爱看 算了吧 那倒是 你小子这次 表现得还像点样子 但也别骄傲自马啊 你就别担心那么多了 赶快去吧 这顿饭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行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慢点啊 后叔叔 那这次回国 你是准备先回家好好休息几天的 还是过两天直接回公司 我都是奔六十的人了 能干一天是一天 爸 多喝点茶 两位 小康其实说得对 您刚回来就多休息几天呗 现在呀 我只想吃饭 要等你等 小康 少菜 好 来 叔叔 好 老师 师傅 催尾酒店 快点 霍叔叔 来 我先敬你一杯 来 霍叔叔 你从国外回来之后 然后比较劳累了 我正好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我觉得这两天 跟你去预约一下 正好给你好好调理 在国外的时候 人医生不是交代了吗 回来还是得出去休息 不能太聪明了 好啊 谢谢你啊 贺叔叔 您帮助我客气 吃菜 你看看你我做成这个样子 我倒车你没看到啊 我往后倒 你往后倒车 你没看到 你往后倒车 你再往后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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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干啥呢 你再往后倒车 你再往后倒车 你让大家看看 你再往后倒车 你再往后倒车 这 什么意思你这是 他们回来 让我去吃饭 都这个点了 还等啥呀 你也吃吧 爸 啟宏他肯定会来的 你就别替他找理由了 他要是想来 早就到了 他要是想来 早就到了 来 那个 书肉 我敬您一杯 我敬您一杯 抱歉 迟到了 你怎么靠他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比赛现场 手机带不进去 结束了就立即赶过来了 所以手机没在身上 算了 你看 爸 我说他会到吧 坐吧 你 你 你 抱歉 叔叔 不用跟我道歉 我无非是等了你一顿饭 我闺女呢 跟你在一起 登惊受怕呀 爸 这是怎么了 珍珍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爸 我来告诉你 今天中午 一个醉汉 找不到家 敲了珍珍的门 我闺女从小 胆子就小 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能不担惊受怕吗 她知道你在工作忙 提都不会跟你提 要不是物业来说 这事估计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你别听我爸为言耸听的 在她心里 我就一直是个孩子 孩子 好啊 既然你们都把自己 当成是个孩子 那感情上的事情 就不要着急定下来 对于你们这些孩子来讲呢 以后 她也都是未知 叔叔 你看 吃饭吧 吃吧 叔叔 今天是我不好 确实是有比赛 但是明天跟后天 我都有假期 您看 您刚从国外回来 想去哪儿逛一逛 我陪您 谢谢你了 这里是下场 有什么好逛啊 等吃完了饭 你干吗忙你呢 爸 吃饭 咱们先吃饭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 让珍珍通知我 随时给我打电话 小康 叔叔也敬你一个 不敢不敢不敢 谢谢叔叔 爸 我真的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呢 他心里有工作 他忙不开 我完全能理解他 而且这点小事 我自己能解决 我不需要您替我操心 下城最近这变化不小啊 哎呀 你看这公园 真不错 走 过去看看吧 好 爸 爸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看 喂 叶震 易冰 我想请教请教你 给中老年人买点东西 买什么好啊 是和珍珍的爸爸吧 西晨告诉你的 还用他说吗 老年人的用品 除了你那个岳父 那肯定就是珍珍的爸爸了 今天晚上他父亲约我吃饭 我下了训练场就赶过去了 结果还是迟到了 又空着手 我觉得有点失礼处 对不 赶紧来买点东西 给珍珍和她爸道个歉 我觉得不用 只要你心里有珍珍 时刻地想着她 对她好 你就算什么都不买 珍珍也会高兴的 珍珍 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跟我在一起 这点事 是我应该做的 行了 你别再这么严肃地 跟我秀恩爱了 这样 我说 你买 剑骨丸 蜂蜜 回生素 就uta了 出门了 不是吧 挺好 说这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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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回来是吧 我给你爸买了点东西 木头 我没在家啊 我陪他能到海边来了 你在我家吗 你在的话我现在就回去 你等着我呗 我 你要去哪儿啊 你爸还在那边等着你 别管我了 别人走 别人信 你爸刚回来 不陪陪他是应该的 诶 让我把东西 放在你们家门口 你回来了 记得拿进去 要不你帮我陪陪我爸爸 他现在是故意耗着我 不让我去见木头 怎么才算是个头啊 震震 我在国外我陪你爸 都那么久了吗 他现在最想陪在他身边的人 就是你 珍珍 去 坐这儿 你还记不记得十八年前 爸爸刚来到夏城创业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一周 一周只有一天能陪着你 我们来到这儿呢 看看海 玩玩沙子 记得吗 记得 爸 那个时候啊 你连游泳还没学会呢 见到海呀 杂腿就往里跑 我拉都拉不住啊 这人总是要长大的 有些事真说不出 你说得很对 人总是会长大的 但人生 不止由爱情和喜欢构成 即便你对叶启恒 有着满腔的爱 但是人生漫长 这种爱 有的时候也会改变 老爸是过来人了 我在这里打拼了二十年 为的是什么呀 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 优越的条件 让你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明白吗 明白 您说得我都明白 可是我对叶启恒的感情 不是你想得那么幼稚 珍珍啊 你还年轻 未必能分得清 人生的主次所在 你呢 喜欢叶启恒 我理解 但这种喜欢 有可能 很快因为它一次次地 让你失望 它就破灭了 到时候 你追悔莫及 别怪老爸没有提醒你啊 老爸 您说的这种喜欢没错 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可是爱不会啊 您说它是一种习惯也好 可是我只知道 叶启恒他在我任性的时候 包容我 在我难过的时候 他陪伴我 而且在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 他不顾一切地保护我 光这一点就够了 爸 我相信这世界上 除了您以外 不会有比他对我更好的男人 您说 您辛辛苦苦的 这二十多年 就是为了培养我 你也不希望你女儿是个浅薄的人吧 还有啊 您这一次回来 我真的不希望您对我的态度和看法 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您能不能 也有一点点变化 相信我的选择 相信我的选择 最好也支持我一次吧 老爸 我想玩沙子 走啊 不可言 上次他们救援的那户人家 给咱们送来了罐头 这东西啊 放在港烧厅 准就走了 怎么了 有事啊 我在想 如果我有一个女儿 我也不会想把女儿 嫁给像我这样的人 你呀 就跟这个罐头一样一样 没打开的时候呢 没有缝隙 里面冷冰冰的 一旦打开 全是惊喜 我哪有什么惊喜 我要是真的禁欲满堂 贺叔叔也不会拒我 于千里之外啊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算没信心 你也不能忘记 这一心想要打开 你这盒罐头的这 贺珍珍对你 那可是毫无掩饰的 喜欢缘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不想让她承担 家庭给她的压力 可这段关系当中如果 她父亲不能妥协 可能 妥协得只有我了吧 叫你木头 还真是一点错都没有 贺珍珍怕的是压力吗 她怕的是你放弃 她怕你不能跟她一起 同心协力 能陪她走完后半生的人 不是她爸爸 是你爷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关筒就放这儿了啊 木头 站长 游乐场摩托轮有人被困 大部分是自己的孩子 受过原因查到没有 叶武明现在已经在想说了 但是现在上面游客 情绪极不稳定 担心会有一万 快点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大家冷静一下 救援人员马上就到了 大家冷静一下 你们先跟我说 好好好 我们冷静一下 好吧 我们这个机器呢 出故障也是第一次 消防员正在来的路上 请大家放心 孩子一定会安全救下来的 救援人员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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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人员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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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拯救的 救援人员 现场什么情况 积极库转 突然停下来了 好多人被困在上面 放心 我们会把他们救过来的 不如我 想回 Fair 好好把门拔